他们研究汉学 是把这些东西 当作古代的文化史来看待 研究古代的文化 古人生活的模式 与现代我们的生活特结了 他认为跟现代没有关系 这就是知识 他不是智慧 那么我们也跟他们介绍 我们在马来西亚了 想见一个汉学院 他就问我 你怎么教法 我就告诉他 我今天社会动乱 灾难频繁 我们要如何来拯救 中国传统文化 像唐彼所说的 我们完全能接受 能理解 他讲的正确 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发展 尤其是唐太宗这一部 神术之遥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中国传统文化 精华里面的精华 他把它选出来 帮助我们个人身心健康 帮助我们家庭美满 帮助我们事业顺利 帮助我们社会安定 帮助我们世界和平 他真管用啊 他听到我说这些了 他都呆了 但是现在还管用 我管用 我说我们做了事业 不但我口说 我们的无执行长 要跟我一起参加 我说请他来给你们做报告 他把这个东西落实 在企业上 在企业管理 做得非常成功 那么这个巴黎的汉学院 就希望跟我们马来西亚汉学院 联合起来 我们互相交换学习的心得 这个好 我说关于你们研究的一些历史 我们也需要 我们对现前起很大的作用 这个是他们需要的 所以汉学是活的 不是死东西 把它当作死东西来看待 那就变成上古文化史了 这个意义不大 它是活的 它是真实智慧 活修活用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 他们给我们无比的信心 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中国人要认识中国 要了解中国 否则 这中国人不错了 要让他们别 看到我们 尊敬我们中国人 真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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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